这里面练的最琴的程度应该算是比较好的 在你们之间的话 看看挺挺挺 等一下看一下 先看看它那个 那个 好吧 你如果说像这个 那你如果说对walking有兴趣的话 你要 你就好比先 你就 就官司挑这个来练 对 像他们这些 先把这个弹好 再看它另外一篇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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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歌風出 像當年的大為王 生命的活動 我要歌風出 像當年的大為王 我要唱 我要唱 像當年的大為王 我要唱 我要唱 像當年的大為王 當神留在我的心 我要歌風出 像當年的大為王 生命的活動 我要歌風出 像當年的大為王 我要唱 我要唱 像當年的大為王 我要唱 我要唱 像當年的大為王 當神留在我的心 我要歌風出 像當年的大為王 你看 像挺挺開始也是不太會寫譜 現在就已經寫得不錯了 寫得不錯了 你看它現在已經沒有副點了 全部都是用副點來把它一撇 你們就是要模仿它 要改過來 那你們學的譜的話 還是 像這個交易的話 就超過來這樣 像這種 我看一下 有沒有 像這種 像這種 旁邊這個 最後的發售 發售 咪 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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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小 副點的話 這種都是不容易看就對了 所以也是要重新一點一滴寫出來 這樣 那你说这个婷婷 她这样写 你看她现在就写的 然后曲式分出来 A段 再来B段 对不对 很清楚 曲式分出来这样 这很重要 因为你们没办法体会到这个 一定要写谱以后才知道这样 这好比文人 你拼命弹琴 结果事实上 你这方面连这个写不好 你表示说你很不扎实 你只是弹 你剩下的东西 所以一定要两边 文武要齐全 好了 看她弹的这样 她的影片 她现在弹的是G-manna调 我要坐 我要吵架 哎 这个跑掉了 来 来 想当年提到慰望 我要唱 我要唱 想当年提到慰望 当生命在我的心 我要歌唱出 想当年提到慰望 生命在活动 我要歌唱出 想当年提到慰望 我要唱 我要唱 想当年提到慰望 我要唱 我要唱 想当年提到慰望 当生命在我的心 所以说你要弹这个 这谱就写出来 自己弹起来就很有那个 就好像美成队 他问我说这个谱啊 他说这个是不是简谱 是不是要翻成那个 这个答案是最好 最好把它练成简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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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轻松一点好了 换个来 我来 这个同样这个还有一点时间 对不对 我看看我那个上课的时候 我看我自己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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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这样逼吧 不用太快 不用太快 来 我认为 我们要走 我们要做 我们 sjuka 我们要走 我们等到我们 我们要想 我们要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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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然后你看这有 我也是很久没唱 然后比如说临时 这样逼掉 然后你看这位同学 他其实是中国大陆过来 算是弹得很棒 在我学生里面算是数一数 经验很够 所以他要当职业情绪 這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通常講一下子 不管手不手都可以把它應付過來 所以你們要練成這種地步 現在是彈的醬皮調 所以我在上課的時候我常常就彈個Bass 然後盡量讓同學實際上上來伴奏 這才是最有用的 有的歌詞我也忘了這個 隨便亂蓋一下子 重點是就是拍子要對這樣 然後和弦要跟著上來 都沒有譜的 你看他也沒有看譜的 那這個怎麼樣做成的 這就是我教你們的 就是說把我這個心得告訴你們 教你們要寫譜 一定要寫譜 寫完譜你慢慢就會體會出來 這個動不動就是 像這個歌對不對 像這個歌也只有三個和弦 只有三個和弦 頂多加個Doll 7 抖發手頭這類似的 但是它並不規則 不是說抖發手頭就很規則 它是 所以以前的話我在台上的時候 比如說唱這首歌完蛋 我一定要看譜 我一定要看譜 否則的話 即使不管是我彈琴也好 我彈貝神 你和弦根本進不去 每個地方都是Doll 每個地方 奇怪這裡是Doll 那裡是Doll 反正就是一團亂就對了 然後就要看譜 然後就要看譜 那這個怎麼樣練出來 就是我不講 動不動 我就花了隨便這個就是 心得到的 就好比跳到海裡面 我這個抖發手頭 我根本不知道怎麼辦 你一定要把它想這個 寫譜 慢慢慢慢的話 你就知道這個 進到第一小節 第四小節 第五小節 第八小節 即使你中間錯了 你可以馬上調回來 不會離譜 所以這個就是要寫 要不斷地寫 寫譜 寫到後來就知道了 要像這位同學就很厲害了 他能夠馬上也跟著 他也不看譜 他上來伴之後 從來不看譜 完全 也就是 這個就是經驗 以後我陸續 就是大概 就是 就是 就拿上來 那同學這個 輕鬆一下就對了 那同學這個 一般的話這首歌 根本中間沒有建奏 對 可是 我們通常這種玩 就是偶爾就是來個建奏 那你還是要 還是要彈完了 就要彈過去的 那一種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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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walling how I love you simple way Swalling how I love you simple way Swalling how I love you simple way 對 就好比我們像這首歌 我也沒從來即使彈的話 可能就算是可能彈的話 可怕只是好幾年以前彈過了 對 搞一兩年以前 臨時又想到這首歌 I know all the things we call you keep I recall the same thing with you You won't write on my back 就這樣子好了 我看一下這個 我們今天都介紹過了 砰 就拿這個棒這個來練習一下 其實它的東西 它也是從上課這樣 這個就比較難了 對 Double Soul 其實喔 根據我的經驗啊 其實上這個 這個是網路課嗎 其實它 這個棒的話 它網路課也上 實體課也上 但是它真正進步的時候 倒是在上網路課的時候 這些都是網路課它才進步很多 所以根據我的經驗 確確實實是是網路課的話 更有效果就對了 實體課的話 通常聽完之後它也很少自己再回去寫 你也在練習嘛 你知道 所以它進步很大 所以你們上網路課真的進步很大 這個我最近在教的迷中迷啊 就是這個 明天看看 明天我再教一下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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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波瑞亞也就是 它進步最快就是它 好 然後它也寫譜對不對 你看 以後 以後這個 它就重點是這些都可以分出來 重點是這個 那Joy Joy這個 對 這個 慢慢來了 這兩首歌其實都不錯 我聽了一下子還真的不錯 還有一個叫什麼 洛宇森也是不錯 這個其實原來聽 我上去聽那個什麼江蕙的 我覺得沒有 並不好聽 後來再聽到一個男生 那個一個男生那個唱得不錯 很有感情的唱得不錯 他自談自唱嘛 那個男生滿有名的 我現在突然名字講不出來了 他唱得不錯 所以說同樣一首歌對不對 別人唱的話就不好聽 那這個也是重新再寫一遍這樣 那每次也是 這期新同學還不錯 都很 都有用功在那個 對 他也問了很多問題 我剛剛都打過了對不對 好 在 當時挺音是 這裡面程度最好的應該是它了 好吧 那我要跟同學說古拜了 那我明天再見了 好 拜拜 拜拜